我们现在来介绍罗毕达法则在另外一个题型上面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x趋近0的右极线 x乘上natural log x 各位同学要注意 这个函数 这个题目为什么要写0正呢 我必须要做一个解释 现在我们来画画看这个y等于natural log的图形 这是一个坐标轴 那么y等于natural log它的图形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是这样的 当x趋近0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小 趋近于0 趋近于负无限大 当x趋近0的时候 它会趋近负无限大 那么在它的左极线呢 各位同学 natural log在左的边是没有定义的 于是我们只能够题目只能够出0正 好 那现在题目的话呢 各位同学知道了 如果x靠近0的时候 前面是0 后面呢 负无限大 这也是不定型 这个不定型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利用罗毕达 把它算出来 可是罗毕达的话呢 它的内容是一定要有一个分子跟分母 现在相成怎么办呢 那非常的简单 相成的就是可以利用翻跟斗的方式把它变成了楼上楼下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natural log比较复杂 我们就留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我们做一个翻跟斗的动作 什么是翻跟斗 来我们看 natural log是多少 放上面 下面这个x把它放到楼下去 这就变成了x分之一 这个算式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带进去看看会怎么样 上面是负无限大 下面呢 0 当x非常小的时候 底下就会变成了无限大了 这是符合我们罗毕达法则的一个标准式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准备实施罗毕达法则了 罗毕达 好 现在我们来 我们来复习一下 nature log lnx的微分是什么 lnx的微分 同学一定要记得 它是x分之一 它的微分是x分之一 那这个微分呢 这个微分 x分之一的微分 各位同学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微分是 这个微分是 平方对销 于是这边就会变成了 底下是1 上面是负x 不管是负x还是正x 当x趋近0的时候 它通通都是0 所以这个极限它的答案是0 我们把它的意义再深层一点来说的话 这是0 这是负无限大 如果我们相乘了会变成0 代表这个比较强 这个比较弱 是这样的 我们来介绍下面一个例题 当x趋近0正的时候 x的x次方会变成多少 那么这个题目我们看一下 这边变成0的0次方型了 0的0次方 各位同学不要以为它是一定是1 那任何数的都有可能 任何答案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规则去算它 要合理的规则 现在0分之0 各位同学要知道 如果说变数是出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想呢 我们这边的理论是这样说的 根据对数率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做 取一个对数又取一个指数 等于恢复原状 各位同学可不可以了解 那么我们要怎么想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想法是x的x次次方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题目 x的x次方 我们就可以取一个指数取一个对数 什么好处呢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好处是在于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对数率 对数率说次方可以扔到前面去 那么就漂亮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变数 尽量不要放在指数的位置 这是这个技巧 各位同学一定要学会 好我们现在来看 x的x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就改一下 先做改造 再来罗毕达 再来罗毕达 x的x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叫做欧拉数 Nature log x的x次方 继续改造 这个可以把它扔到前面去 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个趋近0的时候 x趋近于0 底下这个数字没有x 只有上面 那我们就让它上面走 我们把这个题目 0的0次方 变成了0乘上复古限大的题目 那各位同学 在前面一个例题 是不是刚刚才算过 这个这个极限答案是多少 这个是趋近于0 于是答案是多少呢 1 我们利用了前面那个例题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题目的答案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这种题型 0的0次方 记得一定要利用这样的技巧 来处理 这个是我们在罗毕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